大家好,今天我要為大家示範如何組裝TriPolo A的腳架 那這是TriPolo A,這是下面的腳架,這是它組裝的一個情形 那我們將從箱子開始一步一步交加拿大家組裝TriPolo A的腳架 首先我們收到這個箱子,我們就先把這個箱子打開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箱子裡面有哪一些 有一些,有一個上板,有一個下板,還有三個腳 我們先把這個箱子取出來 然後有一包重要的零件,這是等一下我們要鎖的所有的摩斯 現在是要把它移到這邊 首先呢,我們先把這些包裝紙都取出 好,那它基本上很簡單,就是三個柱子上下來兩個,兩個鐵板 然後用我們的螺絲把,上下總共12個螺絲,上下把它組起來 那工具跟這個鎖的都在這一包裡面 首先,我們先看看這裡面的東西 這個是腳釘 這個是腳釘 好,這個我們最後才裝 這個是12個螺絲跟一個鎖的東西 那這個很重要,我們要先使用這個 首先我們要區別,哪一個是上面,哪一個是下面 那各位有看到這兩片嗎 這個洞比較大,是在下面 也就是這個下面 所以我們先把它放在下面 然後呢,這個是上面的板子 等一下要組裝 然後這三根柱子呢,我們先把它立起來 那基本上呢,他們只要是三個同樣的方向就可以了 各位注意到這柱子,下面有一個洞 一邊沒有洞 那這個洞可以讓你灌鋼珠或者是沙子,增加它的重量 那我們的這個洞朝上 所以上面是上面的板子 那我們先把三個洞都朝上 好,接下來我們就可以把上面的板子 四邊是小的洞 上面這個板子,放上去組裝 那這個呢,這個孔是有方向型的 比較大的和比較小 等一下我們要鎖 這個羅帽,是由大的鎖到小的 所以它就是用這樣的方向去鎖 那我們在鎖這個音響架的時候要注意一個特點 我們不要一次就把所有的鎖到非常緊 我們先鎖一個大概七八分 然後最後再一次把每個地方 再把它均勻的鎖緊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個叫內六角螺絲 我可以這樣子把它 就可以開始鎖 就可以開始鎖 我們先稍微鎖一下就好 讓它不要跑 然後放這一隻腳 先稍微鎖一下,讓它不要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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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把鎖起來 各位可以看到 大概是鎖的 大概三四圈 先讓它位置固定就可以了 接下來是後面的這隻腳 大家可以看到我現在只是稍微鎖一下 接下來我要鎖 我要把它上下倒置 鎖下面的部分 這是比較大的洞 所以等一下它是朝下的 那一樣這個孔比較大的是朝外 要鎖進去 方向注意一下不要搞錯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看到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上下各六个都差不多的锁了 这时候呢我们要锁紧的方式呢 我们把它侧起来 然后呢从这边开始锁 那一样也是不要一次就把它锁到几 先锁到差不多九层左右 每一个都锁到差不多一层 那我们机箱架就是要让它每一个螺丝的扭力尽量是平均 锁得很均匀 这样子整个架子才不会震动 各位可以看到我不是从侧边来锁 这样有个好处就是它不会因为重量还是偏斜 那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每一个尽量都把它锁到几 那它们一般就是平均的方式 那它们一般就是平均的方式 每一个螺丝的锁的尽量都很一致 好 再把这边的锁紧 那尽量锁的时候这个螺丝直直的对准 比较不会水伤到 好 我们现在都锁紧了 那这下我们刚刚有提到 比较大的孔是在下面 所以这个是在下面 等一下我把它立起来 那我们现在要锁这个比较大的孔 这个螺丝锁它的角锥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四个角锥跟四个螺帽 跟四个铜垫 我们把铜垫先取出来 四个螺帽 我们先锁这四个角锥 那一样 等一下这个是朝向 所以是从这样子锁 我们先把它锁进去 先全部锁上去 然后我们要把它立起来 这四个角每一个角都可以调整 那通常我们知道三点是不会动的 四个点则不一定 所以我们等一下要看到这个地平不平 再去调整 来 我们先把它立起来 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它通常不会平 因为很少家里面很平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观察 如果它是这个地方比较高或比较低 我们就调整其中一个螺丝 让它慢慢的四个点一个平面 等四个都调整 每个地方 家里每个地方的水平都不一样 我们可以先决定 我们要在哪一个地方 决定好了之后 放上去 然后呢 去微调其中一个 因为也许是这里比较高 也许是这里比较高 也许是这里比较高 也许是这里都不一定 这每一个我们可以透过转的方式 让它四个点变成一个平面 那等我们四个点都平了之后 我们再把这四个螺 把它锁上去 这样基本上就完成了 如果你家里是用地毯的话 我建议你们直接用角锥就可以 不过你们家里是木地板的话 我们要使用这四个铜垫 那这个铜垫一样有方向性 那它有一面是有一个凹洞 这边是平的 凹洞呢 就是要去承接这个角锥 我们决定位置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放在下面 让这个角锥刚好去顶到这个洞 后面两个一样 那使不使用这个铜垫要注意 因为这个铜垫是一个平面的接触 也有可能会更滑 但是要注意就是让它组装完 就是真是一个平面 不会动的前行才是最好的 如果它还是会有些位 我们就要再回来调整 等这个都组装好 我们就可以把TriVolo放到上面去 这样子就完成了 TriVolo的脚架的组装和它 那要注意呢 就是不要去碰撞它 那以上就是TriVolo脚架的一个组装的一个 一个简单的方式 那不是太困难 还蛮容易的 还可以动动手 DIY还蛮有乐趣的